如何提升自己为人处事的能力 让你做到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这条视频全程的干货 建议保存下来反复观看 尤其是出入社会的年轻人 要想快速提高情商 那么以下十个臭毛病你必须改 一 改掉自我为中心的臭毛病 与人交谈时少用我多用你 比如不要总是说我觉得 而是要多问问对方你觉得呢 二 改掉口无遮拦的臭毛病 所谓交浅不可延伸 尤其是对于不熟的人 不要一上来就问别人隐私 更不要透露自己的隐私 三 改掉好为人师的臭毛病 你可以分享观点 但千万不要教别人怎么做事 因为你说对了 别人不会感激你 但是你说错了呢 别人只会记恨你 四 改掉背后议论他人的臭毛病 所谓议论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比如领导问你 对小王有什么看法 这时候甭管你心里怎么想 但嘴上一定要说啊 啊 我跟小王虽然一起工作 但私交不多 总体来说呢 他这个人还不错 然后说完立马转移话题 五 改掉人钱显贵的臭毛病 比如你最近换了辆新车 同时问你多少钱呢 这时候你千万别傻乎乎的直说 而是要学会诉苦 比如你可以这样说 嘿 别提了 这辆车前前后后 攒了两年的钱 还跟父母凑了点 要不是老婆逼着买啊 但我还是想省一点钱 第六个 改掉心直口快的臭毛病 常言道 看破不说破 面子上好过 尤其是面对身边那些爱嘚瑟的人呢 所谓看穿不揭穿 讨厌不翻脸 面带微笑却心有防备 嘴上不说却心知肚明 能做到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七 改掉不敢拒绝别人的臭毛病 尤其是当你遇到左右为难的事情时啊 一定要学会痛痛快快的拒绝 因为不浪费彼此的时间 才是对双方最大的尊重 八 改掉爱说实话的臭毛病 比如朋友感情不顺 找你诉苦 这个时候千万别装什么情圣 说什么他这做的不好 那做的不好 因为这个时候 对方最需要的是共情 而不是什么建议 九 改掉不谈钱的臭毛病 尤其是对待帮了你的人 比如朋友出筛 给你带回来的化妆品 你转账时候 一定要多发几个红包 同事问你怎么给多了 你就轻描淡写地回一句 是吗 我还担心给少了呢 保不齐 下次还得麻烦你 十 改掉不会夸人的臭毛病 所谓理多人不怪 而夸人呢 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送礼 千万别说你嘴笨不会夸人 这里我免费送你一个小技巧 就是正话反说 先意后扬 比如有个女生在朋友圈里面 抱怨自己单身 你可以这么说 一天到晚 说自己单身单身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长得这么好看 哪个男人能配得上你 这就是夸人的最高境界 听着讲 也开心 以上如果你学会了 让我看看你在评论区里面 怎么夸人的 关注我 每天分享实战干货